唯一同时担任过全国党政军最高职务者是谁,比毛主席还多一个身份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,华国锋曾同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、国务院总理、中央军委主席。 这三个职务,分别是全国党政军最高职务、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生,也只同时担任过其中的中共中央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,从未兼任过国务院总理。 华国锋原名苏著,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郊城县一个智德工人家庭,1937年七七事变后,他依然投身抗日运动,带领武工队的游击区、敌战区活动,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,建立抗日政权,在极端艰苦的条件,下坚持敌后抗战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华国锋历任中共交成县委书记,进隋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,杨曲县委书记,进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,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,建立与巩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 建国前夕,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,华国锋隋军南下,1949年2月,任湖南省湘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,十年二十八岁,1952年,调任毛泽东家乡的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,1954年,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。 这一年华国锋33岁,1955年秋天,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,在长沙第一次接见,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,穿着朴素,面向忠厚的华国锋,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,忠诚可心的印象。 毛泽东赞许华国锋说,你是个老实人,华国锋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,上当选为中央委员,1970年12月,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。 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,在国内首次提出,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,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,并着手进行研究。 作为湖南省领导的华国锋,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,非常支持和重视,他安排袁隆平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,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意大利支持。 1976年2月3日,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,4月7日,华国锋又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,至此,奠定了其作为毛主席接班人的地位。 1976年9月,毛主席逝世后,华国锋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,为中共中央主席,中共中央军委主席,同时兼任国务院总理,为党和人民事业趋功尽瘁,望我工作。 1980年9月,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,1981年6月,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,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,中央军委主席职务,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共中央副主席,2008年8月20日,华国锋在北京逝世,享年87岁。